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吳亦正議員時間15分鐘 主席 各位長官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長照的問題 然後我上次有去探訪一個案例 我發現有幾個 我們做的社區的一個聯絡員功能非常有用 因為一般家庭有人沒有碰過 如果一旦碰到家裡有長輩可能行動不方便 或者需要有送安養院的需求 他們對哪一家做得好或不好也不曉得 那社會標準服務內容服務的真相 沒有一點清澈 可能透過網路查啦 評價啦或是誰介紹 只要去住才會知道發現什麼問題 而且很多住了之後才知道 有些是制度的問題 有些是個別營業者的問題 那後來他們找到一個社會局的一個 當地的一個聯絡員 我也不曉得現在執長是什麼 我不曉得 就一問什麼都知道 什麼都問得很清楚 甚至於哪一家 通常這樣講不好意思 公務人員也不好意思說 批評好或不好 但私底下你問他 賀拜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啦 不用什麼平衡表 什麼量衡表 什麼登記啦 自己都會知道 你們的社會局一定知道 哪一家做得不錯 哪一家評價好不好 其實所以說 從這個案例裡面 社會局的有關 你剛剛講的 要打很多專線 有時候找不到人 不曉得找誰 打1999比較快 其實社會局的那個當地 我不曉得你們多少 多大的面積 多大社區 配屬一個聯絡員 他對那個社區或者那個區 那個鄉鎮 會村裡 他附近有哪幾家 所謂的相關的一個安養機構 你們會很清楚 那個可以做很好的幫忙 包括中 包括不是中介 包括協調法令 有哪些資源到位 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現在有居家照護 你可以在家 你家有老人 你年輕人 你可能去上班 不一定也住在家裡 是上班 或者是沒有住在家裡 他一個人老人獨居 或老人夫妻都年紀大 沒辦法整理 可以來幫忙照顧一個小時 兩個煮飯 或者是整理家庭 要付一點錢 不同的生分標準 有不同的補助項目 我覺得只要碰過一次 大家都很清楚 沒碰過都不曉得 那但是那個資訊 我現在那個資訊很重要 很多人一般家庭 可能他也需要 他可能 喝腳喝手 也拍些腳 社會局 但是也不曉得 也有這個照護系統 那我發現這個照護系統 我剛才有請教老人科 就說這個 以我明年的長照 這個服務對象會更大 但相對 人力也會需求會更多 那現在可能正在訓練 那我是建議跟勞工局 真的好好配合一下 這時候我們需要的人力跟特質 跟訓練 而且這個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希望社會局跟勞工局 有關老人照護長照 能夠趕快把這樣的一個人力 不只是合格而已 讓他服務熱忱 能夠到位 這個是很重要 很多工作是看態度 那怎麼要去訓練這個東西 是非常重要 那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 我也發現 除了所謂的 需要所謂的護理之家 最好是擴大 比如說我們私立醫院 民生醫院 或者聯合醫院 他聯合醫院旁邊 有一個土地 是交通局的 民生醫院旁邊 有一個交通局 但我們自己已經有 民生醫院有一個護理之家 它的需求量很高 因為護理之家 是需要醫療支援的 其他的安養院 其他的長照 都可能不見得 只要有一個固定的合約就可以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真的是建議 但我們現在很多是在 所謂的社區 所謂的在 或者找所謂的 閒置空間 閒置教室 學校 現在大部分都是往這個方向 那我剛剛也請問 人愛之家 我現在很多 因為居家照護的功能 越來越強 所以要到人愛之家的人 越來越少 除非是單親 只有一個人 那我覺得那個也是因為 地方也比較偏遠 第二個坦白講 也沒有功能 就是老人 那我去探望幾家 那我覺得可能 第二個我要建議的 是不是在 現在鐵路捷運地下化 從屏東一直到 左營 鳳山到左營這一段 捷運地下化之後 它有很多新站 很多新社站 那些新社站的空間 你應該在新社站的空間 去找那些所謂的閒置空間 然後或者是捷運比較 現在捷運要沿到陸主嘛 屏東可能還要延伸 就它延伸線裡面 有哪些閒置空間 要去探望也比較方便 不然現在很多為了便宜 如果在市區方便啊 可是都很小 包括民間的土地 民間的資源 民間的安養中心 護理之家 其實這空間都 服務品質都相當不好 那但是因為在市區方便 如果到郊區 又很不方便 那我覺得在結合在 你們在尋找閒置空間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找所謂捷運 或鐵路地下化 延伸線的那個車站體 為優先 這是有關這個第二個項目的 第一個建議 在第二個 在這第二大項這個空間的尋找 還有第二個要件 經營就是成本嘛 你要讓它便宜 要讓一般人家庭付得起 又要他們能夠經營 能夠balance 不要說賺錢 能夠balance 最主要是成本 人力跟土地 建物是最大的一個成本 我覺得政府能夠扮演的角色 是應該真的是找政府要做的 政府做 政府如果不一定要自己做 民間優良的 我講的 社會局都一清二楚 哪一個真的是在做得很好 有愛心的 哪一個做的便便 哪些真的是非也合格 可是 歐落沒多 其實你們都清楚 讓那些優秀的 你釋放我們公家的土地 很便宜的租給他們 但是你相對你要要求它降價 要叫到什麼程度 等於是政府在出 不一樣 勃勃勃都會出錢去找錢 閒置空間土地很多 那你把閒置空間 我跟你談條件 讓你好優秀的進來做 可是我算你很便宜的租金或建物 你要怎麼折算給所謂的 我們一般的市民 他的收費標準能夠降低 這個等於是利用閒置空間 做一種資源上的轉換 我也沒有賣土地 我只是讓你去做 所謂的安養或護理之家 不是護理之家 護理之家是衛生的 長照中心 安養院 這是在這個土地的尋找 第二個要件 我認為說政府提供公共的資源 去跟也是算一種ROT或BOT 交換你降低你的收費標準 第三個也是在這個土地的 所謂的安養中心的設置 為什麼仁愛之家很早就有這一家 可是我認為應該 如果說是好腳好手 很多比較經濟上許可的 也去驗巢 他會去旗山 會去美農 找一些農地來買 老人家去住在那邊 退休在那邊安 在那種青菜 水果 也養一些家庭 就是說很輕鬆地住在那邊 我們為什麼不把安養中心 就變成這個模式 不是大家都要去一個農舍 要一個農舍 你住在那裡 老人住在那裡 也沒人照顧 這個不是共產社會 這老人社會很多 我們還是一樣 工部門的土地 閒置在鄉下的 除了我說的沿線 比如說以橋頭 那邊也有台塘的 那農地租也很便宜 那跟農地租 也可以跟所謂的 中央在協調 租金本來就不貴 還可以如果說只有老人的話 有沒有更優惠 那這個政府來出 給民間來做 老人家住在那裡 不是住在那裡 不是屈在那裡 什麼種菜 全面養一些動物 或者是養雞養鴨 那種人回到最自然 是最健康的 而且會減少我們健保的醫療 結果我們在設置這個觀念的時候 可能還要有更自然的 回到我們生活自然的 所以找那些土地 那剛剛局長也提了 何全峰也提到很多的法規 有時候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也是安全的 法規是不符合的 所以說我們認為 在思考長照這些問題之前 我們應該要把哪些是對的 哪些是好的方法 先把它留列出來 包括你講的整合式的 好 那這個又跟現有的各種法令 安檢啊什麼條件啊 不一樣的不一致的 可是法令不見得思考周延的 我們是把一條一條一條法令找出來 去成就這些所謂對的事情 這是有關第二 這個有關土地這個資源 我剛剛講的這幾大項目 有關能夠跟政府 我們自己在 因為我看你的工作內容 我以前社會局真的是 菩薩人在做的 很多事情真的是 做不到要服務的人 要幫忙的人很多 可是真的有時候要靜下心來 資源畢竟有限 那如果有些閒置的資源 怎麼去整合這些所謂的 我們需求去做更好的服務 那第三大項 我剛剛講的 第三大項 就是說 還是人力的問題 除了你們訓練以外 現在很多我看到很多都是透過外勞 來服務 那有些 我想不管是本勞或外勞 我覺得做這個工作是愛心耐心 專業最重要 那我就不要說 因為人力不足 然後 就是有人就好 就服務標準都很不好 上次我們在網路上 一直看到 是園長還是園林 有一個機構 有一個醫院 就是在做醫工 在做什麼 大概在包尿布 實驗做幫尿布裡面 還有用一些類似糞便去做 幫人 假人去換尿布 這樣的一個訓練機構 事實上訓練機構老人很多 民間的安養院 因為人力的關係 管理上方便 最好 你躺在那裡 沒什麼事 躺著 時間起來 吃飯 吃飯飯稍微走一下 沒什麼事 再問你躺著 老人睡眠就沒有很多了 吃飯飯幾點而已 吃飯5點 不是7點 早餐8點9點 5、6點就去吃飯了 吃這個走走 走走走 坐不掉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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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煮的包包 就包尿片 老人不會叫 也不能抵抗 很多那種生活的那種 更細膩的東西 可能需要 我想社會局可能也 也許清楚 也許不清楚 那我認為說 這樣 是不是有再更細膩的去管理 很簡單 我去檢查每一家 尿片使用率 合不合理 尿片使用不合理 就是 就是虐待老人吧 那這可能是人力的問題 所以說 我們怎麼去協助民間 除了政府以外 協助民間 我降低資本投資 你的負擔不用那麼大 那 人力我們也訓練好 或者是不管是 不管是外勞 他也要訓練機構 也要符合 我們的標準 然後 本勞也是一樣 但是這些 訓練 是不是夠不夠 我降低你的成本 但是你要把它服務好 那包括 他 怎麼樣 上廁所要幾次 有捆綁的 不是他自己要定 你要去管理他 到底在什麼狀態上 可以捆綁 有時候為了是管理方便 大家就變成老人 上廁所 都 就是這樣 大家都不注意 不一定是天天去看 那這是我認為 最近我自己去探訪幾家 我自己的一個心得 那 是不是請局長可以答覆 請邀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對這個議題的關心 那我們分別先就前面 就是有關市民所需要 這些相關服務的資訊 那 很多的民眾 他可能習慣還是實體的宣導 還是台灣的民眾 比較沒有習慣自己去查資料 雖然說我們常常會講 那我們官網都有啊 現在也都有APP 像針對長照的部分 衛生局也有做專屬長照的APP 讓大家可以下載 所有長照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也有14個社福中心 然後我們社會局各科室 你打電話進來 1999就會轉給我們 甚至說我們各區 38區區公所 要詢問在地的 也會有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 但是 宣導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確會再用各種的方式 等待我們正式版的那個長照2.0的內容 都已經定案 確定之後 我們都已經規劃好 我們會做相關的一些說明 那議員您大概也有看到 我們針對中央已經架構型的長照2.0的 懶人包的部分 我們也先提供給大家 目前我們也提供了15個說明會 那我們未來還會有更多的一些相關的說明 那另外是針對空間運用的這個部分 那 剛才也有跟議員說明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閒置空間的找尋 您是希望在交通比較便利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都盡可能多元來運用 但是有一些 其實您剛剛那個概念 就是跟我們中安衛福部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說 他會希望讓長輩是從還不需要住到24小時安置機構裡面的往前推 他可能讓他可以在社區洗 我們強調預防 預防他老化 預防他失能 所以他希望在他自己的家裡面 他如果還很健康的時候盡量多出來 不管是種田或是養雞養鴨 那這樣子的成本都很低 但是可以延緩他老化 但是他如果已經退化到一個程度 他可能去日拖 家屬可以有一點喘息 然後低度的專業的工作人員就可以提供日拖的這個服務 空間的需求也比較低 那再失能一點的可能就要到日照 日照的硬體跟軟體跟服務跟專業人員的要求 又會比較高 成本也會比較高 那盡可能在前面盡可能多處理好 甚至說他可以家裡面就申請我們的居家照顧人員的話 他也是不用進到機構 其實進到機構還是最後一個選擇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高雄市現有的機構 不管是針對健康老人的安養 或是針對失能老人養護 甚至說衛鎮那邊的護理之家 我們現在可以收容的總人數超過一萬人 但是這兩個單位其實我們現在同整收容的床位數 其實也都沒有滿 可能都只有七八成還有不少的床位數 為什麼我們也問過我們同仁也都非常用心 我們也都問過明明就有空床位 為什麼 現在的狀況就是很好的 他看了很想送去的都排waiting排很長 那有空床位的他去看沒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辦呢 我們希望減少送waiting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方面鼓勵好的業者參與這個領域之外 我們一方面盡可能把現有的已經在營運的 這些不管是護理之家養護中心等等 輔導他提升他的服務專業 不管是專業或是軟液體更貼心 就像您剛剛講的直接照顧的時候 他不管是壞尿布或是他的移位 或者是他的一些服務技巧 其實這個持續都有在辦相關的訓練 甚至評鑑的時候也都有非常多的考量 像昨天議員也有在關心 連整個環境都希望要求他可以有家的感覺 更人性化的一些調整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一直也都是我們 同時有在注意的部分 那另外關於土地的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更多 他可能不一定是獨居的老人 他可能是家庭經濟能力 子女願意也有能力 或是長輩他自己有經濟能力 可以到比較高收費的地方 因為像我們仁愛之家 其實我們的服務也不只是生活照顧 它裡面也有很多的活動類 其實也是照顧得很好 那但是有一些我們收費標準可以比較 收費比較高 還有能力付比較高的 我們也鼓勵不同的業者進來 因為大家的服務對象不一樣 那我們把整個市場做大 然後但是也要鼓勵市民朋友 可能在年輕的時候 他就要對他的老化有做準備 而且我們要培養使用者付費的這個觀念 而且我們也會想辦法怎麼樣 我們長照這一次經過裡面 他也有一些可能是針對要參與的 是不是說我們未來在不同的產業 也有鼓勵長照產業 他也會成為一個雙贏的 他也需要的人可以獲得他負擔得起 但是他願意付的他要的品質的服務 那一方面參與這個領域的 也不要說我全部都是要做公益 我都是賠錢做 也讓他可以賺錢 產業化做起來 讓整個服務品質提升 我想我們大家都會希望朝這個方向來看 但是有些法規面的配置 例如說您剛剛講的說 我們找到空間讓他來蓋 是不是他租金可以降低 或是減免或是BOT等等 有很多種 其實我們也都有各種不同的 在規劃在努力當中 但是我們現在首先要先把中央 要求我們ABC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只有現有的模式 依法我們必須要做的 我們想辦法在現有的人力要補給 然後場地要找到 然後我們自酬相關的一個經費 長遠在市政府的整個資源裡面 我們盡可能在明年6月3號上路之前 其實我們盡可能希望可以準備好 好 再兩分鐘 謝謝 非常謝謝 請坐 在這個行業 這個是很久的要做的事情 那也要應付眼前的 也要所謂長久規劃 但是有另外兩件 也是希望說社會局跟中央能夠反映 或是我們自己要有個部門在規劃的 第一個就是剛剛您講的 包括這些空間的設計 這些的家具 這些的空間 這些的色彩 它可能是一個專業的領域 那我們希望不管是在護具 福島的護具 附件的護具的設計 它變成也剛剛講也是一個產業 所以說我們在規劃 在評鑑每一個所謂的 相關的長照的機構的時候 把它的所謂的設計美學 還是要放在裡面 別說方便就好了 別再加到那個有的不的 把整個空間包括色彩 包括它的進出 包括通用設計 包括各種輔具它的採用 它自己像很多人也在設計這個東西 你怎麼讓這些設計領域 能夠進入到所謂的老人 這個社會的後端的領域 也希望變成社會局 在做這個比較長遠的 但是你要有一個 知道有這樣的議題 不是評鑑只是那些項目而已 把整個空間美學能夠放進 鼓勵大家再往這個方向再走 第二個剛剛您講的那個 所有的中央跟地方的一個 這個個人的負擔原則 也鼓勵保險公司去開發 所謂這樣的一個保險機制 可能有年輕的時候你繳 那繳後面就是為了支付 這樣後面的後續 那以前有人提說 譬如說我有人房子 就是要進駐的話 就把這個房子就是抵押 就由這邊付錢 總是付付 譬如還有五百萬 你後面付得要付到五百萬 等到他過往的時候 就是拍賣還是說 銀行還是怎麼接收 餘額再回給你們的家人 剩下就在那邊扣除 很多這種 但這個只是一般人的思考 那個人的金融 讓他們去想 各位說 要受益 或者這樣的保險的機制 去處理這一塊 可以請 這位補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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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謝謝主席 那也謝謝我們關心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針對我們的設政部門 我想針對社會局提出幾個疑問 那我想其實我在我們的社會局的業務報告裡面有看到 我想有看到有關街友的這一塊的關注 那我想特別要提到街友 大概要請教一下我們局長 就是我們高雄市到底現在所知道的 列管的我們社會局有把他們記錄下來的這些街友 總共有多少人 那我們針對街友的部分 有什麼樣服務的計畫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想請教一下局長有關我們這個長照2.0的問題 那我想非常多的議員 甚至我自己本身在前幾個會期就一直提到長照2.0即將通過 那我當然現在執法還沒出來 那我是想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說我們社會局在跟中央的溝通方面 第一個我們長照的人力問題如何解決 我想這個問題真的很大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如何利用我們高雄市既有的閒置空間 因為據我所知道非常多我們高雄市 尤其是北高雄有非常多的學校 那他的校舍可能都已經介臨 就是已經差不多應該要退役了這些學校已經不能再使用 甚至是他沒有使用執照沒有建造的 那像這樣的校舍跟閒置的空間我們要怎麼去利用 所以我是不是能夠先請我們的局長先兼就這兩個問題來做答詢 謝謝 來請邀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高議員的關心 我們目前高雄市截至差不多9月底 我們的街友列測的人數是將近400人397人 那我們目前我們有兩處 皆有服務中心分別在三明跟鳳山 那除了那個安置這樣子的一個服務之外 其實我們平常也有外展的相關的服務 我們也有不管是他的健康方面 他不願意進來他如果一定要在外面 其實我們還是定時會有一些便當提供 甚至有沐浴服務提供 然後甚至有健康檢查的一些相關的服務 甚至還有就業媒合的一個部分 然後甚至說他要去interview的時候之前有些相關基本的 我們不管是他就要去面談的穿的衣服 甚至說他去要怎麼填履歷 然後相關的部分我們跟勞工局這邊也都會有一些相關的服務 雖然就業成功不容易 但是我們也有協助他出去就業的這個部分 那甚至也有像那個大志雜誌的這樣子一個就業的一些機會 我們都盡可能來協助他們 希望他們成為街友只是在他們生命不順的這段時間 暫時的一個狀態 希望還是他未來可以回到主流自立生活的一個目標 好 謝謝局長 您先請坐 我想特別提到這個街友的問題 當然剛剛有提到我們是針對主要是 比較都會區有設置這樣子的一個服務站 那我特別想提的是說 可能局長你們如果有在關心街友的議題 應該知道其實沐浴這件事情 是對街友來講是一件相當困擾的事情 那第二個對於其他的市民朋友而言 可能街友身上長期沒有地方可以沐浴 然後可能有一些身上有些異味等等 會造成其他市民朋友的擔憂或者是慌張 或者是覺得不舒服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早期我們看到美國 我就今生他們就有推這個行動沐浴車這樣的服務 那像這個行動沐浴車後來還甚至受到這個Google的注意 甚至Google 全球美國這個Google它有個基金來投注 來支持這樣子一個行動沐浴車的服務 那我們也看到台灣有很多的縣市政府已經開始在推動這個行動沐浴車 那我看到的是平通縣2013年就有了台中市政府2014年8月也有了宜蘭 也是2016年今年的1月就開始有這個行動沐浴車 可是目前為止我看到我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針對街友的這個沐浴方面的服務 我想每一次的沐浴都可以帶來它新的每一日的新的尊嚴的產生 那我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看到我們高雄市政府有這個行動沐浴車針對街友的服務 有 我看到一個行動沐浴車是針對我們的失能老人倒宅沐浴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那我不知道針對街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服務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局長您剛有說要發送便當啊等等 其實我想針對街友最重要的不是給他飯吃 而是要讓他協助他輔導他 然後協助他回到就業的正軌回到這個社會的正軌 所以在這一塊我希望除了像剛剛講的大智Big Issue 就是讓街友他們透過去販賣這個大智 就Big Issue然後讓他們有一些收入 就你要有勞動你才會有收入 那你才有辦法慢慢回到社會的正軌 那除了像這種賣這個大智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像台北甚至在英國 過去就有針對街友的部分 他們有一些民間團體就來推動 所謂的讓街友來導覽 甚至讓街友來導覽他們 我們平常看不見 或者是常常忽略的都市的美好的角落 甚至是陰暗的角落 甚至是他們避難的場所 他們躲雨的地方 他們睡覺的地方 那透過這樣的導覽 也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或是關注這個議題的年輕朋友也好 可以更加了解街友的生活形態 甚至可以進而伸出援手 所以我想 重點的不是發便當 重點是我們怎麼跟勞工局合作 來針對街友 然後來這些飄浪者流浪者 能夠協助他來進入社會的正軌 那有一個工作可以做 那當然在心理方面 我們還需要很多 可能衛生局這邊的協助跟輔導 所以我想延續這個問題 我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高雄市有沒有針對 街友的行動沐浴車的這樣子的服務 那或者是我們評估 目前有沒有需求 要針對推出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協助他們 回到社會的正軌 跟進入就業的階段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請局長 等一下來做回答 那第二題我想要問的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長照 為什麼特別問長照的人力呢 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 現在全台灣長照的人力都不足 那我們馬上要推這個長照2.0 那我坦白講 我們高雄市真的是年齡高齡人口非常多 那尤其以本席的大岡山選區 彌陀根本就是年齡最高的一個區域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或者是北高雄比較鄉下城鄉 差距比較大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去彌補這個長照人力不足 跟高人高年齡人口非常多的一個地區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做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數據是 現在全台灣大概就已經有2萬人的這個造福員 可是呢這些造福員他們 他們卻要跟誰競爭 卻要跟21.1萬的外籍看護工來競爭 除此之外 他們除了這些 本級台籍的造福員要跟21萬人來做競爭之外 他們的薪資呢 普遍都是實薪170元 然後人家換算成月薪 22K 那我想如果22K 我每天上山下海 騎摩托車 照顧老人家 幫他拍背 幫他換尿布等等 22K 每天勞力性這麼高的一個工作 甚至你還要心裡去陪伴 去開導去諮詢 去協助老人家 要陪我們的長輩聊天等等 那這樣的薪資 跟這樣不足的人力 跟外在的環境 要如何跟外籍看護工來競爭 所以我想這個是有關長照的第一個問題 人力跟薪資條件 這勞動條件這麼差 我們又缺人 那怎麼讓人可以願意投入這個長照的產業 來照顧這些長輩 那第二個呢 我想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長照我們如何運用這些 我們高雄是既有的閒置空間 我們看到一個很好的案例 就是高雄醫學院在大同 在大同醫院的部分 大同國小的部分 來做這個福樂學堂 那我想喔 我在這邊一定要特別去強調一個想像 就是說 大家都會想說 有些中背 可能失能 可能失智 可能行動比較緩慢 比較不方便 可能中過風等等 但是我們想像 如果有一天 我們在一個學校 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老人家 跟著小朋友 家裡的小朋友 牽手一起去上學 我想這個畫面是非常撼動人心 而且是我們做得到的 那我們高雄市已經在福樂學堂 大同福樂學堂做到了 未來我們要怎麼樣在38個行政區 把這個想像逐步的落實做到 我想這是我要請教我們局長的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針對街友 第二個就是針對我們的長照 那以上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局長來做回答 請邮記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針對街友的部分 的確那個沐浴是一個非常重點 除了說他來到我們兩個街友中心裡面 我們可以有沐浴 直接在中心裡面的沐浴設備之外 我們還有兩台行動沐浴車 造價都是上百萬的 那我們都會到幾個 可能是街友朋友 固定比較常聚集的地方 會提供相關的服務 的確其實他這個部分改善了之後 他不但自己比較舒服 健康會比較好 其實對於他在這個社會的融合 其實也是會幫助很大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持續 也希望努力爭取更多的一些資源 讓沐浴車的數量如果增加的話 其實我們像沐浴車不只是針對街友 我們也有針對長輩的一些社區型服務 尤其我們有縣市合併之後 區域非常的廣大 所以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針對長輩的這個部分 他的沐浴又有專業的一個 另外一塊 那個是另外的 我想今天就不佔用議員的時間 那您關心的這個 專業人力的這個部分 因為您有提到說 外籍工作人力的這個部分 其實一直以來 國家的政策 覺得外籍的看護是輔助的人力 主要還是要培植本國的本級的 對 但是這就問題在我剛剛講的 這個薪資勞動條件 這麼差這麼多年長照相關 老人福利相關科系的學生 孩子們畢業了 也許都不願意投入這個產業 因為我畢業 我要做這麼勞力性 我還是22K 對 但是這個部分也讓 可能沒有一個月可以22K 現在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已經大力的在反應 所以新政府上來之後 馬上就針對這個議題有在做處理 所以原本居家服務的是200元一個小時 現在已經準備要把它調整成250元一個小時 我想這樣子我們未來的目標 它可以收得的穩定收入會更有保障 當然一些交通的一些保障的部分 尤其是偏鄉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努力積極在做的就是 我們因為你要移動到偏鄉去做服務 其實本身也是時間成本 然後本身如果你這個交通補貼要另外開支 也是一個經濟成本 所以我們希望在地在地訓練 照顧服務人員 我想這個觀念是非常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們在在地訓練 甚至說我們在原鄉部落 我們也在地開課 希望原鄉的朋友們 他可以出來受這個訓練 拿到這個資格 照顧自己部落的長輩 對 然後他的交通成本也可以減少很多 要不然我們要從其他的地方 移動工作人力來 有時候流動率就會比較高 甚至我們現在有很多新住民的朋友 也都是一方面也可望有就業的機會 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力的參與 所以我們相關開辦的很多新的課程 其實我們的對象都盡可能是在地開辦 在地鼓勵他們來就業 未來他可以在地提供服務 好 謝謝局長 那您先請坐 那接下來時間 我可能要先跟主席要一下時間 我可能需要再三分鐘 先講 好 謝謝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想 我先就剛剛局長您回答有關這個新南向政策 有關新住民的部分 其實我準備蠻多題目可以問的 那有關新住民的這個二代的部分 我想現在大家都在談新住民之子 那但是我們針對現在中央政府又推了一個新南向政策 我不太知道說我們高雄是針對新住民之子 我們的新住民二代有沒有什麼樣一個專門的政策 我想我們社會局或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不應該只是做人口的統計 而是針對這一些孩子們二代的孩子們 我們如何呼應新南向政策 我們如何替他們找到未來的一個方向 例如我們在東南亞高雄的台商有沒有需要這些孩子們 未來可能要投入到就業 或者是我們高雄的這些基本的傳統產業 比如說北高雄工廠這麼多 需不需要專業的人力來跟我們這些外籍移工 來做溝通跟工作上的管理 那或者是說像這一些孩子們 未來一方面當然我們要借助他們的語言的能力 當然我們還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培育他們 會使用他們的母語 那第二塊就是我們有沒有針對這一塊 這些二代新住民之子的相關的政策 那我現在看到這都是針對不同的面向啊 比如說教育 然後我就看到教育局在做母語的一些什麼班啊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社會局就做社會局的 然後再三分鐘 有也好像也沒有針對這個新南向政策 然後如何運用我們一些新住民這些 這些外籍配偶或者是新住民之子這些二代 這樣子的未來的可能的人力資源 觀光資源產業資源管理資源 我沒有看到是不是有針對這方面 新住民二代 新住民之子的正確的一個某一個方向的政策 那這個我等一下請社會局來回答 那接下來我想要請教勞工局 我想勞工局長先恭喜您 以非常年輕 然後又是以女性的身份來擔任這個勞工的 勞工局長的角色 那過去您也一直都在我們勞工局裡面 也服務非常多的 不管個案也好 或者是在工會之間 來做協調溝通的角色 那我想今天我主要問您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前幾天高雄市的這個民政局 發了這個所謂的伴侶證這樣的東西 那我想我在前幾個會期 我相信您應該有聽到 我針對所謂的同志伴侶 曾經要求過我們當時的中孔招局長 現在也是我們屬於高雄的一個部分區的立委 那當時曾經要求他詢問他 是否針對我們所有高雄市同志身份的 甚至是鄰友高雄市發的伴侶證的這些同志朋友 他們可不可以請婚假 可不可以請商假 可不可以請家庭照顧假 可不可以請育嬰假 我想這個問題 我第一個要請我們的局長來做回答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還是看到我們青年就業問題非常的嚴重 我們今年大概2016年上半年 主技術公布的一般 我們整體的失業率大概是3.9 將近4 可是就青年的部分幾乎一直以來 長期都是11左右 那我不太知道說局長對於我們青年就業 青年失業的問題掌握度有多少 提供什麼樣的就業機會 那當然我也看到我們的業務報告 甚至前幾天我跟邱俊憲議員 也曾經去我們這個職訊成果展 去看現場的狀況 那我想我第一個要提就是說 我們這些職訊展還有職訊開的各種班 我看到我們的媒合率大概都是一半 大概50左右或是49% 50%、49% 那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 他進入職場之後 我們勞工局有沒有繼續做後續的追蹤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進入職場 三個月試用期就覺得 雇主覺得他不贏啊 還是覺得他好像沒有辦法適應這個工作 那我不太知道我們勞工局針對職業訓練 他媒合成功的後續怎麼處理 有沒有在關注持續在追蹤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回到講的 就是青年的部分呢 我看到這個青年失業問題這麼嚴重 那我們到底除了 對這個青年的校園偵才也是啊 我看到總共媒合率大概49% 那剩下這一半年輕人要幹嘛 要當檢居族還是獄宅 還是尼特族還是什麼族 啃腦族 那針對這一塊沒有辦法就業的年輕人 除了他們可能在考試準備研究所要考公職等等 那他們沒有辦法就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掌握 那青年就業 再來 針對青年 我們高雄市也很想要有優秀的大專以上的青年 來到高雄移居的城市 不管你過去你是不是高雄的子弟 我們都希望你回來 甚至你是外縣市的這些高 外縣市的這些優秀青年 我們也希望你們搬到高雄來就業 那我就看到了我們有一個高雄移居津貼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局長 針對這個高雄移居津貼來做一個回答 到底要申請這個高雄移居津貼 到底要符合哪些條件 來請政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第一個 家庭照顧 那個同志伴侶之間 目前家庭照顧架是可以請的 他已經有放寬標準 我們也有公文給一些相關的事業單位 提醒他們 要注意這個勞工的權益 至於婚嫁跟商嫁的部分 因為這個牽涉到民法的修法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開放 我們會再把這樣的意見 向民法相關的單位 中央的來反應 在於青年 商嫁也目前還沒有辦法 我特別跟您說 我看到臺北市政府 他們 之前 他們的這個勞動部 像這個 還有近年平成大公司 他們向勞動部部發函 那勞動部也為函之次 根據勞動基準法規定 為勞動小便稅的領標準 也就是說 為台北市政府 如果認為法例允許你們的貴子 他們的勞動部 得主到行下也不可 也就是說 其他的行下條件 我們是固定 我們的行下條件 或是我們的勞動條件 丟於勞動基準法 本來就應該比較同意 就是說 勞動基準法是最低標準 那我希望我們高中市的勞工 在最低標準 對 而我們要讓人 年輕人就業 我們要讓勞工心治好 我們要讓勞工留得住 勞工有工作 首先你勞動條件不能差啊 那我們不能一直都 以這個最低的勞工標準 來要求 這一點點 好 那 好 這個部分可能 如果在市府的同仁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跟人事處那邊 還有市府那邊相關研究 那至於一般的事業單位 我們會發函的再次跟雇主提醒 希望他們可以優於法令 來照顧自己的勞工 那剛剛談到青年就業的部分 高雄市的青年就業率 確實是在青年的部分是比較高 那比較高的原因 有一個是摩擦性的失業 因為他們剛離開學校園 要進入池場尋找工作 所以在那個申請 在求職的過程當中的興趣上面 還在做磨合 所以他們會進進出出勞動市場 那這個部分我們盡量朝向 訓用合一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有對於目前的產業的特性 做調查 勞動市場需要怎麼樣的人才 配合學校那邊的科系的 來做 那另外在職業訓練部分 其實我們自己辦的資訓班 我們幾乎都有九成以上的就業率 因為我們也是採訓用合一 我們直接跟有需求的事業單位 去看他們有什麼樣的需求 直接把訓練拉到他們公司 幫他們辦職業訓練 所以訓練完畢業之後的這些學員 都可以直接進入公司服務 所以我們自己辦的部分 幾乎都有九成以上的就業率 那在於我們委辦給外面單位的 也有八成以上的 那所以議員剛剛提到 就業率比較低的 我想應該是特殊的一些斑別 可能是他地區比較偏遠 或是比較小型的 那個部分我們再來努力 那最後在移基於今天的部分 105年度就有242人申請 那我們總共合給補助130人 那他的申請資格 只要是20歲到40歲的 然後受雇於高雄本市的事業單位 是屬於經發局的策略產業以上 都可以來申請 那我們的 如果你有入籍 入籍高雄市的話 我們的補助會達到一個月有1萬塊 那如果沒有入籍 就是一個月是補助6000 以上簡單跟議員說明 好一分鐘 我想針對剛剛局長 您先請坐沒有關係 我想針對剛剛局長在跟 這個我們友善職場 跟針對同志勞工的照顧 我覺得明顯是不夠進步 跟不夠有力的 我告訴你人家台北市怎麼做 台北市的勞動局長曾經在去年 在台北市政府開放同性伴侶助記之後 他認為 只要針對產價的部分 或者是同性伴侶如果有收養子女 他們只要有生產事實 就給他放產價 只要有收養子女我就給你育嬰價 那我覺得其實 這是產價育嬰價 商價剛剛也說了 台北市政府 他們去韓勞動部 然後他們也在演你說 如果同志伴侶 他們需要請商價 就讓他請 這是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那我認為高雄市政府是 作為全台灣第一個伴侶助記 通過的一個城市 我們應該 最後一分鐘 那第二點是說 我認為局長延續剛剛的話題 有關同志勞工 我們怎麼樣保障他的勞動權利 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 我認為您應該針對 剛剛所謂民法沒有通過的部分 您也要勇敢一點去韓勞動部啊 請問一下你們這樣子的作為 如果同志伴侶儘管他們民法沒有通過 可是他們已經領有所謂的伴侶證 高雄市政府 甚至其他城市 甚至他們在國外已經成婚了 結婚成家的這些同志伴侶 請問一下 會不會因此而影響到 會不會因此跟下面的 這個性別平等工作法 跟就業服務法 性別歧視 有所衝突 我覺得應該要有很明確的 我們就勇敢去發函 那第二個 有關這個青年就位問題 我特別要問移居今天 就是因為我看到 105年的申請條件之一是 這一個要勞工申請人 他在之前的投保單位 退保的這個勞保薪資等級 要新台幣三萬六千三百 那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二十二杯 我怎麼樣來申請高雄市的這個移居 好 那以下我要請局長 來請局長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澄清一下 產假跟育嬰假 在高雄市這邊 也是可以來請的 因為它沒有牽涉上 民法上的關係 那議員剛剛所提醒的 我們是不是在於這個 法令的規定上面 在努力 我們會來做 那至於移居今天的部分是 我們會有資格限定 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吸引的是 高階的一個產業進來 提高我們高雄的一個薪資水平 因為我們目前就是一個低薪的 薪水水準比較低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讓我們的 我們的職地留在在地就業 我們希望提高整個薪資水準 提高我們高雄市的勞動條件 讓我們的青年職地 可以在我們高雄穩定的就業 以上跟議員說明 謝謝局長 我覺得有關這個部分 表現真是要爆發 因為高雄的國豪 好多我們的選區的民眾 媽媽都會想 孩子好想回來 她也希望孩子回來 孩子也想回來 在高雄沒有找到一個 小弟弟的工作 然後我想要一次 沒有辦法 因為我高畢業22K 我沒有辦法有3萬6的這個 金融體 這個投保金融體區 我沒有辦法來理這個 那我們這樣子 明顯我們的政策 是有一點 有一點比較檢討 那我們是要吸引高階的經驗來 沒錯 那換句話 我們真正的目標 是不是還要讓我們的高雄 重新回來 好 我們來研究看看 那能不能讓我們的子弟 回來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個政策上面 來努力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高敏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陳梅堅議員時間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深圳部門的各位局所長 關心高雄市政各位鄉親 各位媒體先生小姐各位議會同仁 各位議會同仁 大家午安 辛苦了 我應該是最後一個 還有 還有 首先我想先請教一下賓議局 賓議局從明年1月1號開始 就從一級單位推到二級單位來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的人員編制跟經位上 是不是也有說變了 來請陳警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們人員沒有減少 經位上也沒有什麼減少 只是 成績降了一級而已 成績降低 對 從局到處 那其他都沒有改變嗎 還有 我們的像九十等降為八十等 八十等降為七十等 這樣太委屈了 沒有關係 我今天在乎的是 如果人員編制沒有變 經費也沒有變 我希望你們服務的也沒有變 好不好 因為未來我們 其實在我們左南 眷村的這個區塊 有賴殯議局的部分還蠻多的 其實我是反對你們 退去到二級單位 不過也已經既成事實 不過我希望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也希望你們不要改變你們的初衷 那我們還期待 我們這個區塊還需要你們大家 更加的努力 好不好 服務品質絕對不會改變 謝謝 那我就放心 不過我拭目以待 希望對陳局長有信心 那我想我要再過來問社會局 社會局那個 我一直以來每一次會期這個部門 都要跟你問的兩個問題 就是富敏長青跟北區長青活動中心 富敏你們已經在做了嘛 那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那我所在乎的這些親子的一個規劃 包括一個電梯無障礙的空間 都有在進行嘛 那局長你可不可以簡單答覆我一下 來請邵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富敏長青 我們原本一樓有將近500坪的服務空間 我們爭取上二樓 也會增加再增加261坪的這個服務空間 所以總共到時候會有758坪這樣擴大了一個服務空間 甚至我們也在富敏這邊也開始增加這個服務的多元性 所以我們這裡面會有121坪的育兒資源中心 所以我們會有跨年齡的跨齡的一個整合的一個服務 其實這個在國外都已經開始在運作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們這個硬體的空間現在都加緊在作業當中 預計明年7月底會完工 明年7月底 對 那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希望8月可以順利來開幕 到時候也請議員可以一起來給我們參加 OK 我們很期待 因為北區長青一直沒有一個定案 所以富敏相對就很重要 我那時候一直強調希望能夠用親子 比如阿公阿嬤跟孫子可以在同一個空間 有議員的建議我們都有記得 謝謝社會局 那我想要問一下那北區到底怎麼回事 議員關心的那個北長青的部分 因為它整體的金額規模是比較大型的 而且這個部分又跟長照有相關 所以到時候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因為執法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有一些原本還蠻有興趣的一些單位 他們會一直遲的觀望說 他想要等所有的執法都確認了 說不定會有更多的獎勵措施進來 他們到時候再投資說不定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還是要等 所以我們目前就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等的時候同時還做很多別的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整個 我們需要規劃是整個高雄的需求 所以我們現在會以 除了原本的北長青大家比較關注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是整個 整個高雄的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這樣子的功能 我們可以從原本的我們長青綜合中心的旗艦型 在外加區域型的五個分區的 然後把我們現有的選定幾個比較 先天條件比較好 我們來幫忙再做提升 再幫忙做擴大 就可以讓原本在地現有的老人服務中心 可以更提高運用之外 他的功能跟他的軟硬體 甚至說資源甚至說服務對象 全部都可以擴大 甚至說我們現在也爭取 不管是公預算 不管是公財的錢 甚至是民間捐款的錢 我們也都有一些創新的 例如說我們針對長輩來到這邊 不是只有唱歌 不是只有長青學院 我們甚至說有一些提升型的一些 復健的功能 甚至我們還結合了我們的職能治療 這樣子的一個專業的人力進來 然後幫他們規劃 不是只有活動筋骨而已 是針對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形 來幫忙提升他的一些健康的狀態 甚至說不斷是延緩老化 甚至是可以提升他的整體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想我們有試用了非常多 不同的方法 甚至我們有嘗試一些多元輔療的部分 什麼園藝治療 音樂治療 各種不同的治療 其實我們現在也都嘗試的 都可以來引進在我們嘗試 所以你剛剛以上你所講的 這個是在各其他的地方 還是說目前影響 我們原本 沒有我們原本其實各地的老人中心 有一些基本的 他可能本來就有長青 他可能本來有日間服務 可能有送餐 但是不是每一個老人中心都有 沒有辦法像北長青這麼健全的來健康 這是我們希望怎麼樣把在地現有的 增加他的服務功能 他本來有日拖 我們可以把它變日照 他本來只是長青學院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多增加有日拖 或者是說他可能本來只有社區關懷據點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或是我們可以再增加樂林學習資源中心 就是幫他upgrade 但是你幫他upgrade 所以你有一些硬體空間 或是有一些經費要進來 甚至我們要改善一些環境 還要找合作的團隊 還要幫他做訓練 所以你現在所提的這個是 針對其他的 其他目前現有的 對 全高雄 更好的一個設施裡面 對 北長青目前都完全沒有 復明我們現在北區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不是北區 就是我們在左營這邊 是以復明把復明 我們復明這樣子也弄了三千多萬 其實是做了很大的投資 復明事實上是很肯定 對電梯就是我一再要求 所以其他的點其實 要用到兩三千萬的投資規模 事實上 所以我希望北長青還要繼續努力 然後因為真的 我們沒有完全放棄 因你期盼的一個地方 每個人都在問我們 到底怎麼回事 講那麼久了 怎麼指紋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市民一直都很期待 已經在進行 工程已經都進行 你們要總經費大概一共是多少 十幾億嗎 我知道的是 可能就要十億 十億以上的規模 而且因為現在 BOT的爭議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現在 有條件做這樣子大投資的 沒有辦法朝OT的方向 政府沒有那麼多錢吧 OT的方向 目前我們可能 沒辦法 OK 沒關係 我們真的很關注 我們還是鼓勵可以參與 盡力的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不好 因為我們 對很多居民一直在問我們 都不曉得怎麼跟他交代 有 好不好 是 你能夠把其他的 附屬的更健全 像如 局長你剛剛講的 我覺得很肯定 表示你們真的有相當用心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 我還要問局長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在 我們這個 你剛剛所講的 你們所附屬的一些 老人機構也好 幼兒 或托育送心什麼 這個在無障礙空間上 都沒有問題嗎 無障礙空間 無障礙現在已經是基本的要求了 對 尤其是如果是 它是需要立案的一些單位 或是公部門的 一定都是基本的 你們都有這個要求 有 因為民政局 它本身是公部門 他們做的活動中心 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沒有無障礙空間這個設施 這個是讓我滿驚訝的 所以我在民政部門的時候 我有要求他們一定要改善 當然我想社會局 是更重要的一環 所以一定要落實這個 無障礙的設施 是 好不好 謝謝 我想要請教一下勞工局 局長 我看到你的簡報裡面寫得很好 最愛工作在高雄 七大有感政策 你可以告訴我哪七大政策嗎 簡單的 請局長答覆 主要我們的勞工朋友的勞動權益 另外就是我們的就業求職的服務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身心障礙者的 讓他們覺得在就業上面是沒有障礙的 另外一個就是勞動檢查 捍衛我們勞工朋友的工作安全 還有一個訓練就業 就是培訓我們勞工的第二專長 或者是中高零者 他們需要透過訓練就業再來尋找第二工作 另外就是在我們的休閒生活方面職人的生活 然後我們有勞教中心 協助我們勞工朋友第二專長 或是一些休閒的一些課程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一些勞工福利 一些我們的職在慰問金等等的 替我們勞工提供一些協助 好 謝謝局長 其實我想在勞工局對勞工這個權益部分做得相當的有心 這個我們暫時以肯定 可是我現在當然我們想 勞工局的部分是保障勞工的權益 這個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去堅守的 包括我們民意代表也要爭取這個部分 那但是在勞工局在堅守勞工的權益之下 最近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來到我們這邊陳情 反而都是業者 反而都還不是勞工 業者都很多的 尤其是那種中小企業 或者是那種小餐廳的 尤其是餐飲業的 我看你的報告書裡面 有寫到說 你們在105年上半年 違法類型分析如下 依列別 業務別 你們有開法的 大概住宿業跟餐飲業 就佔了162條 這裡面有寫到還有製造業 還有批發零售業跟其他 就佔了全部的52% 將近53% 那事實上其實我們一再強調 勞工的權利 絕對是我們要堅守去爭取的 這個毫無疑問 但是你們在堅守勞工的權利的同時 我相信業者的部分 我也覺得不要有點矯枉過正 我們目前接到很多的案件 讓我都非常吃驚 所以說因為像我想要問局長 台風天放假 勞工的薪資該不該給 他那一天是不能強迫勞工出勤 但是如果他出勤的話 雇主已給他工資 所以說 他出勤是一定要給啊 沒有問題啊 出勤就要給 但是如果沒有出勤 沒有出勤就不用給 就不用給 問題我碰到一個案子 就是因為他台風天沒有出勤 結果你們勞檢處 竟然開罰了業者 我覺得很奇怪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加班 就是他上班上到時間到 比如說他應該在5點下班 他提早 因為家裡有事 他說他要提早走 4點半離開 那在業者的立場認為說 你這個半小時沒做啊 當然我就要給你扣薪資嘛 這個部分我就不給了 結果 勞工去檢舉 你們也開罰 業者 那我是覺得 我不明白 因為你們是希望業者去申訴 那申訴 業者也認為說 他屬性就沒做啊 可是你們都認為說這樣不行 一定要給業 要給勞工 當然我在這邊 我不是替業者講話 我只是說 在一個合理性上 他沒做 你本來就不用給他 這是正常 那你們會讓業者 無所事從 你們認為說 他就沒做 為什麼我會給他 但是你們認為說 那是老公應有的權益 你們就不能夠給他剝奪 會不會是在扣薪的部分 對啊 他的比例上面 有不合理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按照 來有一定的 用時薪來計算 他的扣薪的標準 所以我現在 其實我也是一個問題 包括我還 我真的不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讓我都覺得很傻眼 我就不想為什麼你們會給他開罰 因為我覺得這也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第二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你們有七休一 就是七天又休一天 規定 那你知道在餐飲業是很難去遵守這個規定的 那包括七天休一天 好就像他們遵照七天休一天 有一天 剛好他們這個假都是上個月就排了 月底就排了 那如果在執行的當下 有一個人家裡突然臨時有事情 他沒辦法工作 他必須要請假 但是那個班一定要有的話 他請他們的同事來帶這個班 但是因為這個同事已經七天休過一天 他來帶這個班的時候 哇 就違反勞基法 是這樣子嗎 他不能去帶班嗎 如果是突發事件 經由報備的話 一些天災或是突發事件 可以經過 不是天災 他家裡有事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其實雇主他要另外的去增加 一般的能力 來補足這個能力的不足 沒有錯 他請他 對 可是另外 好 再三分鐘 我現在意思是說 他臨時有事 請他的同事來帶班 但是那個同事已經 連續工作 已經連續工作七天了 沒有 他的時間已經滿了 他又去帶他的班 結果裡面認為他這樣違法 又開罰業者 對 因為我們要維護 勞工的工作 沒有錯 可是這個是 勞工自己自願 因為有很多的情況下 其實有一些勞工 跟我們抱怨 就是說 因為你們定成這樣子 害他們想加班 都沒辦法加 因為業者會怕處罰 所以 我們碰到一個家庭 他是單親 他生活真的很苦苦 他需要一些額外的收入 所以除了他正常班以外 他希望加班 他需要額外去帶別人的班 可是他這樣就處罰了 又罰業者 所以業者也很無奈 我說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上 是不是很多的 好像讓我們覺得很多的緩解 是有需要去檢討更改進的 不然你讓業者無所事從 包括我們的員工 他們想加班 要多增加一點收入 都沒辦法 因為限於勞基法的問題 那你這樣子的一個法令立下來 是兩敗俱傷 不是雙贏啊 目前的週休二日一例一休的版本 是比較好的 週休二日的那個兩天 其中有一天是可以來加班的 如果勞工有願意 他可以選擇來加班 對啦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說 我是不是在這邊給局長一個建議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在每一個 我們講大企業不講 因為大企業他們都有法律顧問 有專職的人士的管理 所以他們那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問題出的就是出在那些小型企業 包括餐飲業那種小吃店 或者是那種不是很有規模的店的地方 包括保全業也一樣 他們會碰到的問題大概都是這些 就是我們是不是建議說 如果以後有要去申請商業登記的時候 能夠我們勞工局這邊要介入去做輔導 這個區塊有沒有辦法 你們目前沒有做嘛 對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業者 他們店開了 好 再兩分鐘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因為 很多 你們的 法律不是那麼的清楚 是 一般 我說就一般的業者 尤其是小型的 或者是那種小吃店的 他們對你們的法律是不懂的 你們就是都等到你們的開閥來了 他們比較知道說 原來我這樣不行 我這樣不行 所以我碰到這麼多的問題之後 我覺得在我們保障 我們全工 勞工的權益之下 業者的 我覺得他們也要給人家照顧啊 不然他們生存不下去 對我們的產業也是有損失的 對不對 如果他們都大家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他們做不下去啊 你們常常來發 賣到萬四萬 不然是十幾萬 他們真的沒辦法做 所以我覺得 在造成雙贏的情況下 我希望以後 未來如果我們有登記 去 金華級登記 產業 營業登記的時候 是不是勞工局 一定要去介入 開始要對這些業者 來做一些 輔導跟說明 比如說你在勞工 跟你的 權力之下 你要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 不要免得到時候 後來免次都是勞資糾紛 你如果不贏 我也不贏 而且我覺得這樣是雙輸 那如果你們能夠建立 這樣的一個機制 以後 新設立的這些 不管他的電影的規模有多小 你們都要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把它介入 然後去輔導這些 小型的業者 你知道說 我怎麼做比較不會去處罰 我怎麼做比較去保障 有工的權益 我怎麼做 我比較有生存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正面的 那大家人都有保障 所以勞工的權益 絕對要保障 但是我們產業業者 我們這些小型的企業 也一定要照顧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更穩定 不然現在很多小型 產業業他們都做不下去了 甚至企業都做不下去了 因為你們一直在罰 他們也一直在 那我搞不清楚 到底我要怎麼做 才能夠不會違法 讓業者無所是從 所以這一點我請局長 這個地方你們真的好好去審視一下 謝謝議員的建議 我們會來努力 對啊 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這是正面的 勞工的權益也保障到了 我們業者也給他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陳明堅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陳信寅議員 那我們先處理時間 因為既上會時間還有七分鐘 等陳議員執行完畢 我們再行上會 好 請陳信寅議員 好 請陳信寅議員 謝謝主席鄧英愛議員 以及市府的團隊 請民朋友大家平安 我跟勞工局來就叫 因為其實我從上次會期 所要求的資料到現在我還是沒有拿到 所以呢 待會我會再跟我們的局長 請妳可以再來準備一些我上次要求給我的資料 我們看那個勞動部已經修過的勞幾法第五十六至二條 這個內容大概就是說公司只要符合自願退休 或者是強制退休資格的這些救治的勞退的勞工 那公司就必須要提撥足額的退休金 那現在全台灣總共有幾家公司 我想可能全台灣你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資料 我給妳就好了 大概有十二萬多家 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二家 必須要完成這個足額提撥 目前只有九十二趴 已經九十二趴已經完成這個足額提撥 那這個金額已經有達到兩千多億 但是如果沒有完成提撥的 就要被開罰九萬起跳到四十五萬 請問一下高雄開罰了幾家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們現在目前開罰了一家十八萬 嗯 好 那以後會不會再公佈這些名單 也就是說會不會主動公佈 沒有完成提撥的公司的名單 會 如果它違法沒有提撥 我們會依法公佈 現在公佈了嗎 目前 你們既然開罰了 那應該也公佈一下吧 目前還在修法當中 將來如果法 但是你們既然已經開罰了為什麼就不 開罰了這家我們會公佈 對 因為它是違法 確定違法人的話我們就會公佈 OK 所以以後未來會主動公佈 對 好 請坐下 那第二個問題 高雄市政府現在有沒有足額的提撥 有沒有 高雄市現在有沒有欠款 市政府喔 我們目前是採漸進福島市的 讓他來達到應該要提撥的標準 所以高雄市到底有沒有完成提撥 有沒有完成足額提撥 有沒有完成足額提撥 目前在輔導階段 預計三年會足額提撥 所以現在有沒有完成 目前還沒有 那開罰了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針對整個高雄市的事業 或者其他的事業單位比較大 較大型的公司 或者甚至有些中小企業 你是要他主要提撥是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是採漸進福島的方式 請他們擬定提撥的計畫 所以高雄市剛剛開罰的那一家 不就比較倒楣 也就是說高雄市政府可以欠24.2億這麼高的缺額 然後呢只准週關放火 市政府自己不必罰 但是就罰百姓 跟議員報告 就被我們開罰的那一家 他是連這個提撥的計畫 他都不提 他可能在他的公司的一個計算上面 他們覺得被開罰是比這個提撥還要划算 所以他們是連提撥計畫都沒有 那其他我們的為主要提撥的單位 其實都有依照我們的輔導的方式 他們提進了他們的提撥計畫 局長我剛剛講的就是 只准週關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但是 但是 其實在實務上 在實務上 不會因為你提撥到足額 然後這些退休的人一次退光光啦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實際上 確實是像你們講 應該要分期 或者是分 這個分額度去提撥 也就是在這個修法的時候 其實你們應該 也要去適度的做建議 會不會太嚴苛了 會真的不會有一次 剛好一群的這個勞工的這個退休嘛 所以我這樣子做一個對比 是讓你知道說 這個法是不是應該要 你們要提出一些適度的建議 對不對 好不好 這個是我最主要要求你的事情 好 這是第一個 上一個會期呢 我就要求勞工局 因為上次勞工局只有帶領局長 那他沒有 局長請坐下 所以他沒有提供這些資料給我 我要等等看 我要等到幾年 我才能夠 或是等幾個月 你們才要給我這些資料 也就是我上次就問過了 幸福高雄的這個移居津貼 今年有1300個人來申請 但是通過核定的呢 就只有來往下看有沒有數字 436人 其實你們比我更知道 那幾個移居的人才的 投入的工作職項呢 大概就是電子電信啊 資訊軟體啦 或者是醫療照護啦 再來最後就是文化創意產業 加起來總共436人 這個4年來已經超過1300多個人來申請 那我要跟勞工局要的就是說 既然有超過1300多個人申請 你們應該去分析他的基本資料 你們應該去分析他的基本資料 再來要針對這些申請的人 他原先的居住的地點 或者是他戶籍的地點 來做一些的分析 我們可以去看到 我們大概吸引到哪一些的人才 然後我們也可以知道 哪一些是歸於返鄉的 所以我要你們去做這個調查 是讓你們也可以去針對一些族群 再去做更大的吸引他們的條件 再來你們應該再來移居到高雄的這些的人才 這些申請者他們現在目前的平均薪資 或者他們現在落點的薪資是在哪裡 比較他前單位跟後續的 這個後單位就是移居回來高雄的這個單位 你們應該去比較一下 去分析一下他實際的效應 也去追蹤喔 其實1300多個你們也沒有補助多少個啊 核定過的也沒幾個啊 你們應該去追蹤一下他那個 他現在移居到高雄的這個現況 甚至去分析他要來的原因是什麼 有的認為我的心勢雖然比較低 但是我回來就照顧家庭啊 或者是覺得高雄這個生活的物價沒那麼高啊 相對的壓力也比較輕啊 你們有沒有去做過這些的分析調查 我其實要你們給我這個資料 是主動要你們去調查而已 所以我要看看你們到底什麼時候要給我這份資料 好不好 好第二個部分 待會兒局長你再一併回答 市長你知道高 不是這個局長 你知道高雄人平均的餘命嗎 來把平均餘命的資料調出來 這個其實我已經之前諮詢過了 用六都來排啦 我們看一下這個資料好了 這個已經諮詢過 高雄的平均餘命是78.86歲 在六都來講其實是最低的 比全國的平均值還低1.34歲 也就是如果你65歲以後退休 你可能領的退休金都比人家少 你看台北市是83.43 高雄呢 這是一個最高的最低的比 我們跟隔壁的台南來比 我們還是稍微低了一點 比屏東也還是低了 我們就跟隔壁縣市來比 好 所以平均壽命啊 跟我們勞工有什麼樣的直接關係 局長你應該知道就是退休金嘛 活得越久領的越多嘛 好如果我們用高雄的平均壽命78.86歲來算好了 跟台北來比好了 好不好 跟台北來比 局長你就知道我們高雄的這個 勞工大概 平均會少領多少錢嗎 你這樣算算看 跟台北比我們大概會少領多少錢 好你知道月退縫是多少嗎 你以後退休的時候 局長你的月退縫大概有多少嗎 或者是公務人員的平均月退縫有多少嗎 我們來抓一個平均值好不好 如果一般勞工是大約用2萬塊來算 公務人員就大概4到5萬塊來算 這樣子掃領如果用掃領4.5年來講好了 如果跟台北講用4.5年來講 勞工差4.5年每一年如果24萬 他就差了108萬 這個是勞工用2萬塊來算 可見的那如果是一般的這個公務人員 當然他就比較高啊 所以在我們勞工局的業務報告當中 有幾個很有感的這個口號 也就是最愛工作在高雄 我們有沒有這個口號把它調出來 七大有感政策 這個七大有感政策是幸福高雄移居津貼 勞動檢查多元就業在職訓練 辛苦了各位這個勞工局的同仁們 其實這些其他的縣市也都有在做 並不是只有高雄 但如果真的要讓高雄的勞工比較有感一點 我們期待 好待會我們再把數字再跟大家加強 我們期待比較有感的做法 那幾個字實在是有點小 但是我唸給大家聽一下 左邊呢是你們提出來的業務報告的 這個七大有感的政策 但如果讓民眾真的實質有感 我們期許新人新局長 你要一個新的氣象 畢竟年輕人一定要有一些新的 對自己的展望 讓高雄平均薪資大幅成長 這個會有感 讓高雄的中產階級大幅增加 這個人民一定會有感 再來讓高雄的創產 就是傳統產業可以大躍進 這也一定會有感 只要這個產業躍進 他們就賺錢 賺錢勞工 他的這些相關的福利津貼就會很高 最後一個是高雄的勞減各界要叫好 這一集 這是我自己對自己的期許 我希望未來的高雄可以做到這樣 會更進步 而且會更有感 所以我們都是在這個地方 出生長大的孩子 我自己也是勞工家庭出生的 我爸爸是台語 阿如明的元工 那是假工的勞工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 高雄的勞工的孩子們都長大了 我們也很努力很奮鬥的 在為自己的未來打拼努力 甚至都自己成家了 所以我們希望那個幸福的感覺 不要留在口號的階段 因為既然我們在這個公務的生涯上面 在這個職位上有份 我想那個已經是上帝給我們某一些的使命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一天 我們希望我們領了每一份薪水 在我們離開這個位置之後 大家會紀念 我們曾經有一位勞工局長 某某某 真的對待我們的勞工非常好 讓我們那段時間呢 非常的有感 我們高雄市議員 因為有一個鄧應愛議員 也有一個陳信雲議員 讓我們高雄市民 在某一個階段 我們的錢沒有被貪污很多 我們呢很盡責的去做了很多的監督 我們其實留下這樣的名聲 真的就足夠榮耀 那個上帝拣選我們的那個時刻 所以我這樣子的期待 期待我們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造福成為人民的祝福 我覺得這是口號 但是我真心的想這樣子做 也期待我們新的年輕的局長 也跟我們一起這樣子的做 再來最後一點我們來講長照好了 因為呢長照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事實上錢都不夠 但是呢長照又是勢必一定要做的事情 現在2016年長照2.0的經費是55億嘛 那小英總統他從2017年 就提高要到400億 這個差距其實是很大 主要呢要從這個正宜稅來增加 然後還有淹稅以及 這兩個稅加起來 大概就可以挹注到超過200多億 再加上公務預算去填補 但是呢我們的預算其實是嚴重不足的 400億大概台灣的這個 佔那個GDP就0.24% 如果跟日本來比照的話 我們的預算是蠻嚴重的不足 我們當然跟日本比試 日本照就跑很久了 我們跟日本比試有一點比較 比較吃力一點 但是呢院長其實林泉院長他已經也知道 我們的照顧員跟陪伴員這個人力不足的情況 其實也很嚴重 我想未來也一樣是這個問題 但是呢場地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僅人力不足 我們連場地都不足啊 所以局長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你有沒有什麼預備 在這個場地不足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人力未來會不會缺乏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做好一些想法跟準備 這個好像局長兩位應該都會 所有業務都有啊 所以待會待會是誰些可以先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場地跟金錢然後人力 這三個都是未來一定要解決的問題 引用外籍勞力嗎 不可能 本國勞力那你要怎麼樣 那我們先請社會局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其實長照在台灣已經之前就有 但是這長照1.0版的這個 這麼多年施行下來 我們民眾還是覺得有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們明年六月開始的長照2.0 就會有服務對象跟服務項目會擴增 那的確我們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力 那目前可以提供服務的 符合license的資格的人 其實我們從這幾年來訓練到現在 符合資格的有一萬兩千多人 符合證照的 對 高雄 高雄 對 那但是截至目前我們最新的統計 其實服務的工作人員是3448人 那我們預估我們的服務對象的人數 從原本的4萬多到8萬多 這個部分 原本的4萬兩千多人 變成服務對象擴增成8萬兩千多人 我們需要再增加1885位的工作人力 符合資格的 但是我們過往的一個實際的經驗 就是我們開班訓練 可能訓練了100個 最後會在線上留下來的大概只有一半 所以我們比較保險的估計 就是我們需要1885人 1885人的時候 我們至少要訓練到3770人 這樣子 才會讓他在線上真的未來會服務的人數是足夠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目前訓練的開班 除了社會局有在做訓練之外 衛生局也有在做訓練 衛福部也有在做訓練 但是因為感覺這個速度要很快 可以補上相關的人力 所以議員您可能最近也都有看到 媒體也都有報導說中央也是太空太旁 現在也希望說是不是有長照替代意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些什麼樣社區結合的一些方式 可以結合現有的一些照顧資源 大家可以來結合 所以我想這個訓練照顧人員的這個部分 真的是目前現在非常吃緊的 但是因為外籍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中華民國還是認定為是輔助的人力 他不符合我們補助的這個專業的對象 所以他還是以訓練本級的工作人力 來做長照的服務人員為主要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願意讓他們來參與這個領域 當然他的薪資的條件 還有他工作的環境 工作的內容都要提升 所以剛才也有特別說明 就是說我們原來按終點算的一個小時200元的這個部分 現在行政院也嚴禮到時候 補助的對象會變成一個小時 200變250 所以希望可以提升 甚至說未來是不是可以用月薪的方式來給 可以保障他的一個薪水 那工作內容也可以更明確鎖定 然後也要加強宣導 讓服務的申請人知道哪一類的工作 是讓照服員來做 不是把他當傭人來做 有很多部分 其實都是我們要怎麼樣留住這些人 還有鼓勵新的人可以進來這個產業 謝謝 好 再兩分鐘 這個社會局可以將你們接下來的 這些相關的 不管是勞力的計畫 場地的配置 然後或者是你們預備 怎麼樣去推動的這個計畫 可以給我一份 但是我要提起勞工局的就是說 這可能跟像保全業一樣 未來會不會有勞動力 剛才我講到這個薪資的結構問題 會不會有勞動力被剝削的情況 因為我想這個未來在人力仲介市場 會是很需求的一個項目 那麼所以呢 有很多人人力仲介 或者是有一些這樣子的公司 會不會對這一些勞動者 會有很嚴重的這一些福利上的侵害 或者是在他們的這個薪資結構上 也有很大的一個壓迫 這點我一定要提醒這個你們 因為其實我從長期以來跟保全人員 然後也看到那麼底層的一些辛苦 但是我想這個法的部分 就是沒有辦法去很充分的保障他們的時候 那未來這種對於長期照顧 特別是照顧的對象是老人家的時候 這些照顧者他們的使命 還有呢他們要負擔的不管是體力上 或者是精神上的壓力 也會對比一般的勞動者還要高 那所以我們要特別也去注意他們的身心靈的狀況 這點我就提醒兩位局長 好 以上 謝謝 有沒有要政經長答覆 不用了 OK 好 謝謝陳議員的執行 我們設政部門業務執行全部結束 那我們上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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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